这是一种神奇的整容液 把它与水按比例混合 做成均匀的混合液 再将脸浸入其中 20分钟之后 你将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脱胎换骨 但是万一出现失误 那就是另一个下场 这就是火遍韩国的惊悚漫画 奇奇怪怪整容液 童孔妹是一位明星化妆师 从小学武的她曾经收获不少奖项 但是成长路上点歪了天赋数 现在的她不仅泯然众人 还会为自己的身材自卑 在明星女身边工作 要忍受她的毒舌 嘲讽她为何不戴口罩 影响大家心情 心里虽然不爽 却也只能忍耐 工作室新来了一位练习生 帅气中略带一丝邪妹 是长春堂出来的学霸 情商也是超级在线 不仅会讨明星女喜欢 对员工也是彬彬有礼 童孔妹向她回礼 没想尽被撩了一把 邪妹哥盯着她眼睛 夸她瞳孔长得漂亮 旁边明星女看得不爽 又是一番羞辱 瞳孔妹无力反抗 只能在走廊独自戳气 邪妹哥再次靠近 给她递来手帕 还在走廊完成了化妆 这份善意让瞳孔妹瞬间清新 录制节目期间 导演突然找来 让瞳孔妹充当临时演员 今天要拍的是一支减肥广告 瞳孔妹负责胖 明星女邪妹男负责瘦 看看这肥瘦的身躯 再看看这苗条的曲线 不要再怪商家兜售虚假广告 谁不爱吸药翘臀打啵啵 瞳孔妹自知形象不佳 保安看她也是神色鄙夷 然而自卑心作祟 选择了自暴自弃 白天已经披萨烤肉快乐水 晚上又是薯片香烟配啤酒 每天最大的快乐 就是登陆吃瓜论坛 点开明星女帖子 看谁有怎么黑她 碰到有说好话的 就点进去往死里黑 现实中报不了的仇 都在网上加倍奉还 今天论坛出了一个爆帖 竟然是白天的减肥广告 瞳孔妹被网友群嘲 风头直追凤姐 可惜她没有凤姐的大心脏 躲在家里不敢见人 媒体记者纷纷上门 争着收割这波流量 好在还有父母顶着 把她灌成全职键盘侠 手机上发来陌生消息 说她中了大奖 奖品是奇迹美容液 可以让丑女人变身小仙女 瞳孔妹以为是骗人广告 几天后奖品却寄来家中 除了两瓶美容液 还有一个U盘 里面存有一段录像 可以看到美容液效果 老女人使用过后 竟然完全变了个人 瞳孔妹大为动心 动手试用了美容液 可惜分量不够 只弄出一个半成品 父母看到女儿面容 被吓得当场懵逼 瞳孔妹尝到美容液甜头 于是戴上口罩 找来了上家店中 店主就是录像中的整容姐 这次中奖其实是故意策划 目的是让童孔妹做她们的宣传模特 不过整容液成本太高 也不能免费给她 那就给个折扣价 两亿韩元一个套餐 换成软妹币大概是110多万 童孔妹回家问父母要钱 都是你们把我生成这副鬼样 不给钱 那就死给你们看 父母没有办法 只好借来巨款 整容姐相当职业 只要钱给够 都是能给整成稀石 母亲回家看到童孔妹 不敢置信 眼前人竟是女儿 只不过换皮换骨不换心 转头又问母亲要钱 说什么好皮囊还需配好装 正好换了身形头 我们就改叫她好装妹 好装妹出门购物 遇到老色皮保安 盯着她到处乱看 还借机献了波殷勤 路人也纷纷投来目光 回头率百分之百 好装妹心情大好 也不吝惜送上一波魅眼 有了好身材 漂亮衣服都能穿上 左手爱马仕 右手香奈儿 从此以后 我就是女王 十一照被路人传到网上 很快成了新一代网红 男人纷纷发来私信 请求和他约会 西装男套路太多 一看就是撩妹胜手 健身男看似精英 却是喝不起红酒的屌丝 庆旷男夸夸其口 一个劲卖弄蹩脚学识 富二代吹得天花乱坠 其实房车都是爸妈的 这些约会都太没劲 不过要是泳池party的话 不如陪他玩玩 说不定调上新金主 挤身富泰名媛圈 明星女也来了party 好庄妹本想过去正宴 却被富二代拉住 那里是高档party区 只有VVIP才能进入 好庄妹气得甩脸走人 却被前同事叫住 递给她一张名片 要将她打造成新明星 好庄妹回到家中 肚皮筋又生出新坠肉 瞳孔妹好似噩梦一般 弄得她神经紧张 为了保持身材 只好再次使用整容液 在手机上订好时间 泡个舒服的热水澡 舒适的水温让她陷入沉睡 又做起小时候跳舞的美梦 台下是喝彩的观众 台上是翩翩的舞姿 手机闹钟就快到时 却因电量不足 自动关机 等到好庄妹醒来之时 身体已被融得稀烂 父母将她救出浴缸 却不敢将她送去医院 焦急之中 想起好庄妹说过 整容液也能增肥 只好融掉自己的肉 安装到好庄妹身上 小命算是捡了回来 身体却是完全腐烂 再照一照镜子 这一下没法装了 现在只剩一个办法 好庄妹裹住身体 再次来到整容姐这里 可是钱不给够 整容姐也没有办法 好庄妹像狗一样跪下起球 整容姐顺势伸出脚丫 要是舔舒服了 说不定还能施舍施舍 大概是被舔狗行为打动 整容姐同意了修复手术 只是票子实在不够 只能修复面部区域 好庄妹上前哀求 却被嘲讽是一头肥猪 这是她的禁词 听到会死人的那种 好庄妹解决掉整容姐 拿她的肉体修复了自己 再和钱同事取得联系 成为新的减肥茶代言人 明星女不知去了哪里 据说是被钱金主抛弃 钱同事试探性凯了把油 暗示她想不想也有个金主爸爸 好庄妹感觉被冒犯 生气地走路回家 来便利店买东西 却被店员偷拍 气冲冲离去之时 竟意外仗见邪魅男 一颗少女心小路乱撞 邪魅男是健身馆常客 好庄妹在那里扮下会员卡 趁机勾搭上男神 邪魅男已从工作室离职 现在是金融精英 吃的是西餐 喝的是红酒 好庄妹对她早已清新 主动提出和她交往 邪魅男很懂女人心 礼物都是名贵高跟鞋 说话都是被蜜糖泡过 好庄妹被哄得很开心 感觉自己时来运转 可是心魔依然存在 工作时出现幻觉 整容脸又出现问题 只好跑回家中 要用整容液泡澡 还求父母分她一点肉肉 修复漂亮脸蛋 再次照了照镜子 确认没有问题 才敢出门和邪魅男约会 邪魅男已经等候两久 她为今晚准备了 教科书级别POA 先说知道好庄妹对她有隐瞒 又接着说不介意她的过去 不会逼着她说 然后趁机来一波求婚共事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会一直陪着你 消除所有生命的黑暗 一番POA下来 好庄妹已经是神魂颠倒 邪魅男带她来到家中 相框有一张家庭照 大姐颜值很高 二姐却颜值抱歉 唯独不见邪魅男身影 应该是她出国时拍的 邪魅男在厨房做点心 好庄妹来到卧室闲逛 桌上放着一个盒子 好庄妹以为是礼物 打开盒子 装的竟然是整容水 下面抽屉中藏着好多身份证 明星女也在其中 好庄妹战战兢兢来到餐桌 不敢吃桌上的点心 邪魅男轻易地给她喂食 好庄妹只好借口去厕所 来到大门处想要溜走 大门却早已锁死 邪魅男过来指路 厕所在房间那边 好庄妹进到厕所 墙壁上竟然贴满她的照片 邪魅男露出真实面目 从一开始她就是猎人 好庄妹拿笔刺进邪魅男体内 传出的却是女人尖叫 她在豪宅内奔跑逃命 眼前再次出现幻觉 儿时的她好胜要强 明明自己跳舞更好 却只拿到第二名 原因就是长得太丑 从那之后她就陷入了自卑 邪魅男没有再给她时间 将她捉到了厕所 俊美的外表之下 真身竟然是一个女人 其实就是照片上的二姐 整成漂亮女人不够过瘾 那就把自己整成男人 这样就能到处撩妹 收集靓女脸蛋 再将她们移植到自己身上 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女收割机 好庄妹就是这一波收割的韭菜 这样的癖好不会中断 让手下星探去物色新猎物 布局下一波收割 最美的瞳孔 就应该配最美的红唇 爱人爱到极致 就是永远的占有她 一刻也不会离去 整容夜的故事 直根于宇宙国的特殊国情 一圈潜规则 人均整容脸 痴迷到了极致 就是邪魅男那样 换上肉体收集屁 怎么好意思舔着脸 争文化遗产 实在不像有文化的样子 无语有云 没有叉子烟红 也有清水芙蓉 无需刻意点缀 自然极为大美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喜欢解说的小伙伴 可以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